逃离黑天使跑酷 这天你在家里装扮自己的小屋 这时发生了一件极其诡异的事情 客厅里的电视居然自己打开了 电视里正在插播一条紧急新闻 樱花小镇上突然出现一只堕天使 她的行踪飘忽不定 专门袭击穿粉色衣服的女生 请小镇居民锁好门窗 千万不要随意外出 天哪 我还是赶快检查一下门窗吧 这几天就不要外出了 永远在后面 那不是一只可爱的小猫吗 糟了 要是我不去救她 万一她碰上了多天使该怎么办 不管了 先把她救回来再说 应该不会这么巧 我吹出来一下子 就正好碰上多天使了吧 小咪 乖 你不要害怕 姐姐就带你回家 哇塞 那只猫你看讲去很肥美的样子 今天的午饭又着落了 不是吧 你不会就是电视里说的那个黑天使吧 没错没错啊 原来你听说过我的大名啊 开跑 你跑什么 我只对你手上的肥猫感兴趣 我是绝对不会把小咪叫给你的 你给我站住 低头 你快点救救我 给我打电一个跑酷吧 哎呀 哈哈哈 这下你就逃不掉了吧 小咪 你快跑啊 已经逃不掉了 哈哈哈 今天的食物还真丰盛呢 这个就是小咪的灵魂了吧 就留着晚上当下韭菜吧 天啊 我这是怎么了 怎么感觉好像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给推着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好 无机会 赶快把小咪的灵魂给救走 只要我能逃离到这个黑天使 你许系统能够帮我救活小咪 滴滴 你亲爱的系统突然出现 相传猫神大人可以拯救自己的子民 你面前的这个跑酷就是好心人三只 给你搭建了通往猫神的跑酷 但由于小咪的灵魂在你逃离的过程中 已经支离破碎了 所以玩家必须在跑酷的过程中收集 麦拉拉能量 到时候把能量和小咪一起交给猫神大人 小咪就能复活了 啊 系统 你这次也太好了吧 你还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抠门的系统吗 哎呀 黑天使又追过来了 莫米慈 因为你的粉丝都太喜欢你了 之前我就少给了你几次很细背包 你的粉丝们就一起商量着要吵了我 所以说我再也不敢对你要求克克了 希望你的粉丝们能够原谅我 以后我一定给你多放水 天呐 我的粉丝居然有这么厉害吗 连系统也都害怕了 嗯 这个地上吐吐气气的是什么 不会就是猫神吧 把小咪放上去试试 哎 怎么没有反应啊 算了算了 我还是继续前进吧 反正系统现在是我的人了 哈哈哈哈 还是我弄米兹粉丝比较给力啊 其实那个黑天使原来也是只黑猫 被主人一气后就变成了流浪猫 最后怨气太虫堕落成了黑天使 他不能因为自己的不信 就去轰害其他的猫咪啊 猫神大人 虽然你长得很奇怪 但还请你救救我家小咪吧 哇塞 小咪真的变好了诶 猫神大人你放心吧 以后由我来养小咪 我不会让他再成为流浪猫的 开什么玩笑 你觉得你们能逃地掉吗 就好了 我就在此一段 听了这番言论 猫神大人生气极了 立刻就把黑天使重新变回了流浪猫 恭喜玩家逃离成功